九回一年底大选进入倒数计时了 现在各个竞选总部可以说是积极的动员 但是呢今年的公读生似乎是特别的难找 像是台北市议员潘怀宗 他就把时薪拉高到130块钱 还提供午餐跟晚餐 但是人却只找到一半 另外呢市议员戴希青也说 他早起败票的时候 常常被公读生放格子 你好请支持四号潘怀宗 谢谢谢谢 深入传统市场举牌扫街 口号喊的声嘶力竭 今年九合一选举公读生特别难找 现在有一段空档的时间 我可以去来这边来帮忙老师这样 30岁的小菊文化大学法律系毕业 今年刚考上书记官 来当候选人助理 拼一点一个月就有2万块收入 高于那个就是现在115块嘛 其实还是蛮算 对我来说算是蛮优弱的啦 有关于食安啊或健康啊 都可以有问题都可以询问他 OK OK OK没问题 就像候选人奔身 感受民众热情 只是有时候也会踢到铁板 喝醉酒的人 那他一直做事要打我 但是已经还拿衣服 就是直接扫我的脸 打选战不容易 台北市议员潘怀宗 却把公读生待遇 从115块提高到130块 还外加两个80块高级便当 周上之下却找不到人 去拜票我们总希望 有五六个小朋友跟着 结果有的时候只来两个三个 我说怎么那么少人 选战倒数计时 潘怀宗竞选总部 需要六位公读生 如今只来了一半 公读生难找又难搞 他们互相会用那个LINE 联络 就我们在看这边的时候 那这边的人就很认真 那等到我们走到那边去的时候 那边的人就会告诉他说 这个人已经快要过去了 留下来的都是辅选战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戴琪青竞选总部 1月29号要投票 打电话催选票 22岁的诗琪是景文科大 四年级学生 打工一个月就能赚进 一万块零用钱 课比较少 就用课语的时间来帮忙 顺便就是赚零用钱 工作五花八门 跟伙伴一起搬矿泉水 对他来说最吃力 大概七公斤吧 还好 就是对女生来说 有一点吃力 不得已情况下 把女生当男生用 戴琪青竞选总部 需要15个公读生 只找到10位 早起败票还被放过鸽子 早上已经约好了 要去败票了 突然被放鸽子 这种情况也偶尔会发生 工作辛苦 时间不固定 连竞选总部 都面临严重的缺工困扰 候选人充人气 也只能靠自己 多付一点体力 东森残地新闻 江宋的陈文堂台报道